最新一轮小贩摊位竞标结果出炉 马林百列熟食中心有人以每月6800元竞标摊位 是这个熟食中心有记录以来的最高价 而牛车水大厦熟食中心则有人出价1元标下了摊位 记者陈韵儿报道 马林百列熟食中心的这个摊位 9月份投标活动中吸引至少5人竞标 投标价介于4100元到6800元 6800元我付不起了 太夸张了 我不知道他做什么吃的 如果会飞就可以了 如果不会在地下就应该差不多了 不容易做 到时他卖的价钱也要提高 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 到时刻的话 等下会说价钱高啊 以前我们的生意70%是外国 30%是本地居民顾客 建筑MRT就变成70本地 明年MRT开始应该是没有问题 现在也目前是不赚钱 而在牛车水大厦熟食中心二楼 知名有记摊位隔壁的这个档口 则有人以4040元的高价投标 而在小贩中心的另一个角落 这个不止一次开放投标的摊位呢 在9月份只有一个人 1亿元进行投标 根据环境局的规定 若第二次仍只收到一份投标的话 这个人很有可能会得标 根据环境局资料 这个档口只能售卖印度餐 没有那个人潮啊 因为这边的哈拉的客 跟印度人的客人比较少很少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韵儿报道